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范昌明哼了一声 你装糊涂的本事我早就领教过了 说起昨晚的电视节目 我倒想问问你 听说你在节目中指名道姓跟我叫板 是不是有点太猖狂了 如果我是个小心眼的人 难道你就不怕我找个理由报复你 陆明一脸恐慌地说 范局长 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该不会就是为了报复吧 说实话 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节目中说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上节目 确实紧张得要命 电视台的人呢就让我喝了几杯酒 也不知道是那酒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没想到就醉了 所以啊 你就别把我的几句醉话当真了 你是堂堂公安局局长 我怎么敢得罪你呢 范昌明今天好像特别有耐性 对陆明的信口开河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度 虽然说不上温柔 可也没有发脾气 只见他眯着眼睛抽了两口烟 盯着陆明问道 有件事我很纳闷 既然周一路的儿子 是你的干儿子 但他为什么这么恨你呢 小小年纪 竟然恨不得置你于死地 能告诉我原因吗 陆明知道 范昌明跟自己扯 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应该只是铺垫 公安局的人都会这一套 在谈正事之前 喜欢胡扯一通 让你有种正在 跟他们拉家常的感觉 不但拉近了距离 而且还会让被讯问者 放松警惕 妈的 他还真把我当菜鸟 既然他想胡扯 干脆就陪他扯远点 范局长 这事说起来跟你也有点关系 陆明一脸严肃地说 范昌明稍稍一愣 哦 竟然还能扯上我 陆明点点头说 你难道还不知道啊 那孩子是周一路和陆建越的私生子 要不然他怎么会把陆涛叫哥呢 说着 偷偷查看了一下范昌明的脸色 见他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继续说道 以前啊 周一路一直隐瞒着他儿子和陆建越的这层关系 后来陆建越死后 他母亲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竟然私下去找陆涛 把自己外孙的身世告诉了他 而陆涛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开始关心起自己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了 我和陆建越父子本来也没有什么仇 要不是因为他们害死我母亲的话 说不定还会跟他们一起做生意呢 而你又是我母亲意外死亡的始作俑者 你说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范昌明好像很忌讳陆明提起李翠莲意外死亡的事情 马上转移话题说道 可刚才那个男孩大喊大叫的原因 是你睡了他的母亲 还偷了他家里的钱 当然 我倒是不太相信你会当小偷偷人家的钱 不过据我的理解 那个男孩的意思 并不是说你偷了周一璐的钱 他应该是站在陆涛的立场上说这句话的 翻译过来就是 你偷了陆家的钱 准确点说 是偷了陆建民的钱 因为在陆涛看来 那些钱应该属于他或者他的家族 所以那个男孩理所当然的以为 你是为了钱杀了陆涛 你觉得我这么理解 有没有道理啊 陆明认真地点点头说 有道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外界一直传说 我得到了陆建民的遗产 陆涛这么想也很正常 范昌明说道 传说 你还以为这是一个传说 陆明一脸疑惑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故事 差不多吧 范昌明倒是没有就这个话题深入下去 而是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问道 你知道 自己当年为什么被判缓刑吗 陆明一愣 说道 我怎么知道啊 可能是我认罪态度好吧 或者我的律师厉害 范昌明说道 你就别装糊涂了 你应该很清楚 你当年被判缓刑的时候 有人暗中替你补偿了那家工厂一百万块钱 你才获得了缓刑的机会 要不然工厂总要找个替罪羊 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你 你知道是谁在暗中帮助你吗 陆明一脸吃惊的说 怎么 难道你知道 你告诉我 哪个贵人这么关照我 说实话 要真有这事啊 我还要好好感谢人家呢 不过不会吧 一百万 市场哪有这种活雷锋啊 我跟他非心非故的 范昌明打断陆明的话说 我们确实找到了这个人 陆明一听 心里暗自吃惊 心想 这个人即便不是财神遗产的监督者 起码跟监督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难道这个人已经落到范昌明的手中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是周勤母子 可陆展霖并没有被抓到啊 难道是周勤被抓以后泄露了秘密 陆明装糊涂的 什么人啊 跟我有亲戚关系吗 范昌明没有回答陆明的问题 而是说道 当年你那家工厂的几个头头 拿到那一百万补偿之后 没有把那笔钱打入工厂的账号 而是私自瓜分了 没想到前一阵东窗事发 几个人目前都在耗子里呢 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 你的法官在对你的案子进行判决的时候 也有可能受到了贿赂 这样一来 你当年的判决就是无效的 我现在如果把你收监 绝不会有人替你喊冤 陆明忍不住一阵紧张 说实话 范昌明曾经威胁过他好几次 可都没有这一次来的严重 只是不清楚 他是不是在讹诈自己 不过听他说的有鼻子有眼 起码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当年财神确实在外面 安排什么人 替自己的案子活动的事情了 范局长 你说的这些事情 我确实不清楚 反正我没有贿赂过法官 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另外你不要忘了 我们可是有协议的 你把我收监没问题 可你要对我母亲的死给个交代 李翠莲的死好像是范昌明的软肋 听了陆明的话好像忍无可忍了 怒道 你母亲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即便我们的警官在办案中有失误 可已经给你适当的赔偿了 这件事今后就不用再提了 我不会受你的胁迫 陆明针锋相对的说道 不错 我确实拿到了三十万赔偿 并且还被迫跟你们签订了协议 但我那时候没办法 只能听凭你的摆布 现在可不一样了 我可以请全国最好的律师 跟你们打官司 即便你还能继续当这个公安局长 但绝对不是三十万就能了事的 范局长 你自己说 我妈算不算冤案错案 现在全国的公安系统 都在纠正冤案错案 难道你就能搞特殊 我可以马上把这个案子抄得全国都知道 就算你跟范局长没有直接关系 但起码要负领导责任吧 范昌明哼了一声 陆明 你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能把我吓倒 我就会听任你窝藏着陆建民赃款 你也太幼稚了 我今晚找你来是想最后跟你谈谈 千万不要执迷不误 别以为我们没有证据 就拿你没办法 我问你 陆建民为什么会让人拿出一百万巨款 为你一个素不相识的小混混做赔偿 为什么不惜贿赂法官为你判缓刑 你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吗 陆明听了范昌明的话 越发相信财身安置的那个监督者 已经被公安局掌握了 显然是自己以前打工的那家工厂 暴露了他的身份 不过如果那个监督者就是周勤母子的话 他相信范昌明还没有抓到人 否则就不会在这里跟自己多费口舌了 想到这里辩解道 范局长 你也知道 我给陆建民献过血 救过他的命 所以他是出于感恩的目的 才找人帮我办了还行 如果还有其他目的的话 可能就是让我帮他带出那些银行账号 而那些银行账号我已经交给你们了 你们也找到了二十个亿 范昌明哼了一声 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陆建民的赃款绝对不止这二十个亿 那些银行账号 不过是你和蒋宁香释放的一个烟雾弹 目的是为了掩盖陆建民更多的赃款 陆明苦笑道 范局长 作为警察 你有怀疑一切的自由 但最终还是要凭证据说话 范昌明盯着陆明说道 等我拿出证据的时候 你还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陆明 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了 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了陆建民的赃款 只要你老老实实交出来 我绝对不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并且你以前给我们做过卧底 我甚至可以宣布 陆建民的赃款案子是你破的 你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当然 凭你目前的资产 自然不会对一个警察职位感兴趣 这也没关系 其实陆建民的赃款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数目 我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允许你留下一笔钱作为奖金 让你这辈子衣食无忧 你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 过着富足的日子 难道不比藏着一笔巨款 整天担惊受怕强多了吗 何况这么大一笔巨款 除了给你带来牢狱之灾的风险之外 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 你何必要这么贪婪呢 说实话 范昌明开出的条件 对陆明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他很想知道 范昌明对财神赃款数额的预期是多少 甚至有种想跟他谈谈奖金数目的冲动 如果既能保住一大笔钱 又能把延续几年的烦恼彻底了结的话 岂不是两全其美 但有两个顾虑 遏制他的冲动 一是范昌明的信用度太低 谁知道他是不是开的空头支票 二是 自己如果贸然把钱交给了警察 就意味着背叛了财神的遗嘱 很可能马上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范昌明一旦把钱搞到手 恐怕不会有时间和精力 来顾及自己的死祸了 甚至可能为了掩盖自己的交易内幕 巴不得自己被人灭口呢 不过陆明心里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范局长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追查陆建民的赃款 按照你的推测 这笔赃款究竟有多少钱 范昌明好像很乐于回答陆明这个问题 盯着他说道 根据建行提供的情况 这笔赃款起码要在一百个亿到两百个亿之间 陆明一听 脸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吃惊道 你以为我手上有一百个亿到两百个亿的赃款 嘴里这么问 心里却想到 范昌明说的数额差别也太大了 如果按照他的说法 算上已经交出去的二十个亿 自己只要交出一百个亿 基本就能过关 显然 公安局对陆建民赃款的估算 确实差得太远了 范昌明说道 这么多钱如果藏在银行 确实不太容易 但如果以现金的形式分别藏在几个小金库里 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何况我们已经猜测到 陆建民被抓之前 已经把钱藏在某几个安全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埋在地下 而你却掌握着这些金库的详细地址 陆明听得一颗心砰砰直跳 脸上却是一副滑稽的模样 笑道 范局长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 如果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 真的藏着一两百个亿的现金的话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 恐怕全市老百姓什么都不干了 非要把这座城市翻个底朝天 找到这笔钱不可 你的话不但令人难以置信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范昌明板着脸说道 是不是天方夜谭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陆明 我现在不是谈你拿没拿这笔钱的问题 而是提醒你悬崖勒马 尽快结束这场冒险的游戏 因为眼看着你就玩不下去了 而且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 也没有时间陪你继续玩下去 陆明正色道 范局长 其实我从来没有跟你玩过什么游戏 一直都是你一个人在玩 所以不存在什么悬崖勒马的问题 范昌明的脸色很难看 盯着陆明沉默了一会儿 如果我现在把你收监的话 你自信蒋宁湘和你那些亲戚 能救得了你 陆明脸上也流露出争鸣的神情 小声说道 你要是违背我们的协议 把我收监的话 那我就让你给我母亲偿命 范昌明一掌拍在桌子上 怒道 陆明 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陆明马上站起身来 打断范昌明的话 范局长 别说是罚酒了 你就是用枪指着我的脑袋 我也拿不出一百个亿 我的资产都在大江军公司 有本事 你就去把我的公司查封了 说完 转身就往外面走 范昌明站起身来 大声说道 陆明 小心这笔钱 把自己的小命弄丢了 陆明站下来 慢慢转过身来说道 我倒也想劝劝你呢 昨天下午我开见 燕环路派出所门口 有人朝你开枪 如果有一颗子弹击中你的话 这句话恐怕先在你身上应验 范昌明愣了一下 气得伸手指着陆明喝道 你 你 这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 说完 伸手拿起桌子上的坐机 陆明急忙说道 我只是凑巧看见了 并且还拍下了一段视频 昨天晚上呢 刚好碰见公安厅的田厅长 他也看了这段视频 你想往我头上栽赃 也没这么容易 范昌明听了陆明的话 喘息着慢慢放下电话 眼睁睁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门外 沮丧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没想到 陆明忽然又走了回来 站在门口说道 范局长 你还欠我几千万块钱呢 我给你十天时间 如果你还赖着不还 我就到法院起诉你 说完 转身逃走了 范昌明气得抓起桌子上的茶杯 朝门口砸去 嘴里骂道 混杂东西 话音刚落 只见廖眼北匆匆走进来 还伸出脑袋朝外面看看 盯着气急败坏的范昌明说道 太放肆了 老范 怎么不关那几天 范昌明喘息了一会儿 伸手摸出一支烟 贪婪的吸了几口 最后白白手说道 难道能关得住他吗 田震东说的对 这混蛋确实把我们都摸透了 我要是现在抓了他 岂不是受人一口食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说我是在打击报复 再说了 以什么名义抓他 廖眼北说道 可他也太嚣张了 范昌明摆摆手说 让他再嚣张几天 他越嚣张越容易露出狐狸尾巴 不过刚才他明显是在试探我 听这小子话里的意思 竟然想用大将军公司那点资产顶账 我甚至觉得有一阵他对我开车的条件有点动心 现在已经不用再有任何怀疑了 陆建民的赃款确实在他手里 只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说着 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事了 站起身来说道 对了 这小子竟然一句话点醒了我 如果陆建民的赃款真有上百个亿的话 你算算要装多少卡车 如果是藏在某个房间里 不可能藏在地板下或者墙的夹缝中 而是应该像仓库一样堆得满满的 即便是埋在地下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我看这样 你马上组织各分局各派出所 对辖区内所有住宅地下室车库 进行地毯式排查 尤其要注意那些长期租赁的房间和库房 廖雁北惊讶的 那需要多少警力啊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再说 如果赃款不是窝藏在城里 而是藏在乡下 那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范昌明说道 陆建民这种人 绝对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赃款肯定不会藏在一个地方 藏钱的点越多被找到的几率就越大 虽然是个笨办法 可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办法 廖雁北还是一脸惊讶的样子 范昌明恼怒的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 你以为这是我的心血来潮吗 实话告诉你 从心理学上来说 陆明刚才说了一句此地无音三百两的话 他说全城老百姓 会把这座城市翻个底朝天 找到陆建民的赃款 这句话虽然是随便说出来的 可分明是这小子心理上的一种自我暗示 钱有可能就藏在城里 起码有一部分会藏在城里 另外 你让吴淼马上去查陆建民有可能隐藏的房产 尤其是陆建月 或者孙维林公司开发的地产 尤其要严格排查 廖雁北说道 王副局长对寻找陆建民赃款的事情 一向都很积极 我看在这件事上就安排他去吧 我们自己这边都忙得焦头烂额了 范昌明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数 也行 在寻找陆建民赃款这件事情上 倒不用担心王副局长消极代工了 对了 陆涛案发现场 有什么发现吗 廖雁北说道 已经对客厅里地下的其他血迹进行了化验 证明那些血迹不是陆涛的 起码有两个罪犯受伤了 甚至有可能已经毙命了 范昌明惊讶道 陆涛一个残疾人 竟然杀得了两个人 他的两个保镖不是死在外面吗 难道当时屋子里还有人 廖雁北说道 客厅里的两滩血迹里竟然检验出了剧毒物质 显然他们有可能是被毒死的 我认为罪犯一开始并没有杀陆涛 而是互相交谈过 也许是陆涛趁其不备进行了偷袭 并且用的是带毒的武器 刚才我们的人查看了陆涛的轮椅 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 这小子轮椅上安装有发射毒标的机关 现场也找到了一枚毒标 显然他一直早有准备 另外我们也在院子里找到相同的血迹 很显然罪犯把两个伤者或者死者带走了 应该是担心我们查到他们的身份 范昌明点点头问道 你觉得孙卫林杀人灭口的可能性有多大 廖雁北说道 不是多大 而是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他干的 遗憾的是不抓到凶手就没法指证他 我们已经把车辆型号特征发到了各分局 目前希望能找到那两部参与作案的车 不过奇怪的是 院子里还有一辆切诺基轿车 显然不是陆涛的 吴淼让人查了车牌 你猜怎么着 竟然是一辆被盗的车辆 并且是在案发前几个小时之内被盗走的 地点在阉山路的一个停车场 更奇怪的是 我们那人在附近一个村庄了解情况的时候 那里的一家村民说 他家的一辆陈旧的桑塔纳轿 昨天晚上丢失了 目前还不清楚 跟本案有没有联系 范昌明说道 如果这辆切诺基是案犯丢下的 那说明另外两部车也可能是偷来的 廖彦北点点头说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罪犯死伤了两个人 有可能丢下一辆车 我已经通知四分局 在阉山路停车场一带展开调查 如果真是孙文林指使人干的 他找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罪犯 我对短时间之内破案 不抱多大希望 你通知吴川普 让他集中精力做好拘留孙文林的准备 但愿周勤这两天就能跟我们联系 廖彦北点点头说 问题是我们要拘留孙文林的话 没法绕过廖生远 他要是不同意呢 范昌明说道 只要吴川普那边 把孙文林非法挪用银行资金炒股的证据敲定 廖生远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也不怕孙干知道 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打草惊蛇 只要把孙文林关他十天半个月 孙干只能自己出手了 就算孙干缠得住气 孙文林也不一定能扛得住 廖彦北犹豫道 但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的压力也不小 像孙文林这种人 挪用点银行的贷款 也算不上十恶不赦的罪名 何况他的公司还是民营性质 范昌明说道 所以我们必须在他被拘留 这段时间内找到突破口 眼下突破方向除了周勤的录音材料之外 陆涛的案子也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只要孙文林沾上一点 就别想出来了 廖彦北说道 周勤的手机突然关机有点不正常 这女人善变 可别把我们耍了 如果他知道陆涛被人杀了 说不定会长期躲起来呢 范昌明说 确实有点冒险 但我的第六感觉和经验都告诉我 值得我们赌一把 再说 我们也不是完全赌博 起码孙文林挪用资金是事实 关他几天 孙敢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说完 打了一个哈欠 你去安排一下 我们一会儿 陆湛林晚上接到陆涛电话之后 并没有开自己的车去一小亭农庄 而是在距离他藏身处不远的烟山路 一个临时停车场那里 偷了一辆怯懦金月野车 反正对他来说 街上停着的所有车都跟他自己的一样 想开走哪辆就开走哪辆 用几个小时也就丢掉 警察永远也抓不到怯贼 只是他没想到 警察竟然找到了切诺基的失窃地点 并且很快就在那个区域展开搜索行动 顿时明白自己犯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机会 早知道再走远一点的地方偷车了 虽然这些警察是冲着谋害陆涛的凶手来的 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自己有可能成为这些警察的一个副产品 即使母亲和范昌明已经达成协议 但他不相信范昌明会对警察说 遇见自己的时候装作没看见 好在马仔的消息来得及时 趁着天色未明 他开着自己那辆路虎越野车 悄悄离开了藏身地方 四十分钟之后 来到市郊的一个带着院落的四合院 周勤从燕环路派出所逃出来之后 就一直躲藏在这里 陆展林还专门派了两个马仔来保护他 乍一看见儿子突然出现 周勤吃了一惊 急忙从床上爬起来迎了出来 问道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陆展林脱掉外套 把挂在肩膀上的枪套扔在茶几上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道 阎山路那边 现在到处都是警察 周勤吃惊道 怎么 难道是抓你的 范超明这个混蛋 陆展林急忙白白手说 妈 你别急啊 这些警察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担心被他们发现 不过 有件事要告诉你 阿桃本人杀了 周勤一愣 脸色一变失声道 什么 陆涛被人杀了 谁杀的 你怎么知道 陆展林拉着母亲走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 今晚 阿桃本来约我在 一笑亭农庄见面的 我到那里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周一路的兔崽子 藏在楼上 没被发现 没想到他竟然报了警 还好跑得快 不然可能被警察 救在半道上截住了 不过我快到 一笑亭农庄的时候 有两辆车 从农庄里离开 当时我还以为 是阿桃的朋友 后来想想 车里面坐着的 应该就是凶手 周勤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陆涛这个时候 约你见面 能有什么好事 该不会他想临死前 找个垫背的吧 阿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哪里也不许去 等我 陆湛林打断周勤的话说 妈 不管怎么说 阿桃也是我的兄弟 我总不能看着他被人杀了 不管吧 这件事肯定和孙文林有关 他可能已经怀疑你和范长明 做交易的事情了 他杀别人 我不管 可阿桃不能白死 我要他偿命 周勤一听 挥手就给陆湛林一个耳光 站起身来 用手指头点着他的脑袋 立声道 你这个蠢货 难道就一点都不理解我的苦心吗 老娘这里就差点给范长明脱裤子了 连你爸留下的遗产都不要了 你竟然还想着杀人 路透跟你算什么兄弟 在他眼里 你不过是一个司机 一个杂种 你还以为他把你当兄弟吗 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做他的杀手 再说 路透即便是你亲兄弟 咽下你不是报仇的时候 哼 他这种人早晚要死 死了更好 只有他知道你还躲在本室 今后就再不用担心他出卖你了 阿琳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听我的话 还出去杀人放火的话 我就 就先死在你面前 省得到时候还要去给你收尸 说完 呜呜呜呜地抽气起来 陆湛林从小就屈服于母亲的淫威 尽管挨了一耳光 可丝毫不敢发脾气 反而搂着母亲的肩膀说道 妈 我这不就是说说吗 再说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是谁杀了阿陶 周琴沉等 你管他是谁杀的 只要不是你杀的就好 咱们这两天就安安静静地躲在这里 先看看范昌明的动静 如果他真的想信用的话 我就把那个录音材料交给他 让他去跟孙干父子狗咬狗 我这里已经设计了一个诈时还魂的计策 让你死而复活 然后去国外整个容 从今以后 咱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陆展霖问道 那我爸留下的巨额遗产就不要了 这件事我来操心 不管怎么样 必须先把范昌明应付过去 然后再悄悄找陆明算账 周琴说道 陆展霖说 要不然我去把陆明弄来 逼着他交出我爸的遗产 然后杀了他 我们就远走高飞 周琴一把揪住儿子的耳朵 骂道 你这猪脑子 事情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我早就让你去抓他了 还用等到今天 这件事很复杂 跟你也说不清楚 总之 你乖乖听老宁的话就对了 说完不无得意地说 像当年 陆建月和你爸两个大男人都不是我的对手 让我哄得一愣一愣的 连蒋宁香都不清楚我和你爸的关系 等着吧 看我怎么慢慢玩死翻长明 陆展霖一脸佩服地问道 妈 你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吧 周琴踢了儿子一脚 骂道 兔崽子 难道老娘现在很难看吗 你不知道 那天我去公安局的时候 范昌明第一眼看见我 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你不知道 像妈这种女人 只有那些手握大权的男人才懂得欣赏 要不然 陆建月怎么会做了这么多年的乌龟王吧 甘愿喝老娘的洗脚水呢 陆展霖一脸疑惑地问道 那他当年怎么抛弃了你啊 周琴愤愤地说道 还不是因为老娘出身卑微 家里没钱 哼 还不知道谁抛弃谁呢 他这里和宁化宇办婚礼 我那里就让陆建明魂不守舍了 不过 说实话 最后一比较 那我才发现 还是你爸好 他浪漫 多情 知道疼女人 要不然 我怎么会跟他生下你呢 他可不像陆建月这么霸道 这么不要脸 陆建月哪像个男人 连自己娶哪个女人都做不了主 这种男人 我打心眼里看不起 陆展霖一脸疑惑地盯着母亲 问道 妈 你晚上喝了多少酒啊 周勤摆摆手术 也没多少 我现在晚上不喝半瓶子酒睡不着 哼 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兔崽子 要不然我犯得着吗 陆展霖从茶几上拿过自己的枪摆弄着 忽然问道 妈 我爸到底留下了多少赃款 周勤在儿子身上掐了一把 沉道 什么赃款赃款的 那叫遗产 顿了一下说道 如果不算零头的话 两百个亿 陆展霖惊呼了一声 吃惊道 二百个亿 天哪 这有多少钱 要不然你爸怎么会这么小心尽善 我搬着指头算算 目前已经有了不少人知道这笔钱的存在了 空有福一家 我和你 还有陆明 眼下还不知道陆明那边有多少人知道 蒋牛香应该算一个 陆建民那儿媳妇 也就是你那个弟媳妇 也可能知道点情况 周勤称道 陆展霖插嘴道 妈 我上次见到过我那个弟媳妇 长得可真漂亮啊 周勤盯着儿子注视了一会儿 忽然恼怒道 怎么 我在跟你说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想着自己的弟媳妇 你还要不要脸 说完 伸手摸摸陆展霖的脸 笑道 你要是喜欢她 将来有的是机会 关键是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否则 那个美人 只能让陆明享用了 陆展霖嘟囔了 我可没那个意思 我这辈子 只喜欢过一个女人 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了 周勤哼哼道 你就别念那些老黄历了 陆七已经嫁给孔友福的儿子了 再说你们的关系 确实有点近 不能结婚 难道你不喜欢王丽娜 陆展霖含糊的 马马虎虎吧 周勤严肃地说道 就算你不喜欢她 也不能抛弃她 毕竟她马上就会给你生个孩子 你看看你爸 她外面有这么多女人 可就是因为我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 她的心总是在我身上 连蒋宁香都不知道她遗产的秘密 陆展霖嘀咕道 现在还算什么秘密啊 就差天下人都知道了 是啊 所以如果那笔钱真的烫手的话 我就准备用她来换你的命 正说着 忽然从卧室里传来一阵手机铃声 周勤一脸紧张地盯着陆展霖说道 天还没亮呢 这是谁给我打电话 陆展霖也惊一道 该不会是反常明骂 他可能想告诉你阿涛被杀的消息 周勤摇摇头说 那部手机我早就关机了 现在想的是另一部手机 你去把手机拿来我看看 陆展霖跑到卧室 拿出手机递给母亲一看 周勤低头一看惊讶道 真邪门 怎么说曹操 曹操就打电话过来了 接不接呀 陆展霖听得一头雾水 问道 谁是曹操啊 周勤沉道 哎呀 没文化真可怕 说完 接通手机谨慎地围了一声 然后一声不响地听着 脸上渐渐泛起了红韵 最后激动地说道 哎呀 谢天谢地 不撒保佑 好好 我这就告诉他 哎呀 老老实实在医院待着 等我方便的时候 就过去看你 周勤扔下手机 激动地宠陆展霖说道 哎呀 儿子 天大的好消息 你当爸爸了 刚刚生的 丽娜生了一个儿子 母子平安 我当奶奶了 陆展霖疑惑道 这 这才几个月啊 怎么就生了 周勤沉道 难道就不能早产 也许你儿子急着出来 劝劝你这个当父亲的 从今以后别乱来 你这条命 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陆展霖似乎也有点兴奋 说道 可我都不能去看看他 周勤说道 那当然不能去看 警察说不定 在那里等着呢 哼 这是检验 范昌明信用的好机会 等天亮以后 我先去看看 如果那里有警察 范昌明就别想 得到录音材料 如果没有警察的话 说明 他确实不再抓你了 陆展霖担心道 妈 我看你也别接着去 难说范昌明不会抓你 他们可能已经怀疑 我们母子暗中来往了 周勤说道 范昌明已经给我解释了 昨天抓我的人不是他派的 实际上 昨天还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现在警察 也分成好几个团伙 不过 等到我把录音材料 交给了范昌明 那些人再抓我就没有意义了 眼下我只想知道 范昌明是不是一个想信用的人 并且我还要想办法 给我们自己上个保险 预防他将来反悔 说完 站起身来说 你也折腾了一个晚上了 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等到丽娜出院之后 我找个机会偷偷带你儿子来见你 这两天你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上网查查 看看替你儿子起个什么名字 不过 你儿子就不要行路了 陆家人都不吉利 就跟着我姓周吧 由于陆涛突然被杀 打乱了陆建伟增资阔股 争夺大将军公司董事长职位的计划 这让陆明争取到了缓冲的时间 避免了在短时间之内 和陆家人摊牌的风险 虽然陆氏家族内部充满了利益冲突 但陆涛在家族内部 毕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 所以他的死 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陆建伟代表陆家所有家属 亲自去公安局找了范昌明 要求彻查凶手 给陆氏家族一个交代 范昌明当然信誓旦旦地表示 要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但陆建伟心里明白 陆涛被杀的原因很复杂 有可能还是陆建越案子的余生 所以倒也没有指望 公安局能找到真正的凶手 其实陆建伟真正关心的 是陆建越留下的遗产 可必因为陆涛的死被人瓜分了 当然 宁化宇和陆琦 应该是陆涛留下遗产的 真正继承人 但母女两个基本上 没有参与过家族生意 连陆涛手里 有多少资产都搞不清楚 所以陆建伟 自然就成了家族的代言人 作为代言人 他首先给陆涛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 差不多来了好几百人 除了陆涛公司的管理层和职员 陆家所有的亲属都参加了 当然陆建伟也邀请了陆明和蒋宁香 但这两个有身份的人都没有去 他虽然知道两个人不去的原因 可还是一肚子不高兴 别说陆建伟了 就是宁化宇一家和陆源也不高兴 在他们看来 即便陆涛生前十恶不赦 可人都死了 还有必要计较计仇吗 未免太小心眼了 所以陆涛的葬礼成了一道分水岭 陆明、蒋宁香和陆家人之间 无形的隔阂越来越深了 不过陆明虽然没有去参加陆涛葬礼 但陈丹飞回来以后 自然向他描述了葬礼的盛况 当他听说朱雅仙和周一璐 竟然带着刚刚从刺激和惊吓之中 恢复过来的陆思越 也去了葬礼现场时 心里别扭的 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 并认为周一璐母女的这一次举动 再次证明了蒋宁香的判断 这是一对没有节操的母女 为了钱 不惜丢人现眼 你脸拉这么长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啊 陈丹飞对周一璐和陆明的关系 也有所耳闻 见他一副恼火的样子 忍不住撑倒 陆明泱泱倒 你懂什么呀 陆建伟又没邀请他们母女 参加陆涛的葬礼 他们这么巴巴的跑去 目的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 陆延他们可能怀疑 是我在背后给周一璐出主意呢 我都感到丢人 陈丹飞哼了一声 你有什么丢人的 周一璐是你什么人啊 陆明急忙陪笑道 你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 难道你还不明白 朱亚先在打什么主意吗 你的意思是 他们还想在陆涛的遗产中分一杯羹 陈丹飞问道 陆明说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陆涛死后没有留下后代 他的遗产继承人应该是宁化与母女 但陆思月可是陆涛的弟弟 所以他们以为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我对法律倒没什么研究 不过我听说私生子没有继承权吗 陈丹飞疑惑道 陆明说 法律倒是没有这种规定 我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继承人分为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 如果第一继承人不存在 第二继承人才有资格继承遗产 比如陆涛死后 他的遗产第一继承人应该是子女 配偶父母 第二继承人才是兄弟姐妹 陆涛虽然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 但他母亲还活着 所以财产应该由宁化语继承 何况陆建岳死后 他的遗产本来就有一部分是属于宁化语的 按照这个规定 陆琦和陆思岳都没有继承权 那至于陆母女还打什么主意 陈丹飞说道 陆明说 现在的问题是 陆建岳死后 他的财产就被陆涛一个人霸占了 眼下分的可不仅仅是陆涛的财产 还有陆建岳的财产 作为陆建岳的私生子 也有相应的继承权 朱雅仙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陈丹飞听完陆明的话 一双翘眼冷冰冰地盯着他 看得他心里直发毛 疑惑道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陈丹飞点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 可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对继承法这么了解 你现在就学这方面的知识 是不是为时过早啊 陆明忽然就明白了陈丹飞的意思 谗笑道 我什么时候学了 这都是在耗子里面的时候学的 每天要学两个小时法律 我都快背下来了 鬼才信哪 你是不是担心英格马路 作为私生子将来 无法继承你的遗产啊 所以才提前学习了一遍 陈丹飞哼了一声 陆明骂道 你这婆娘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什么遗产遗产呢 老子有必要这么早考虑这个问题吗 陈丹飞睁睁地盯着陆明问道 阿明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啊 要不然刚刚有了一个私生子 就迫不及待地了解继承法呢 陆明愤愤地说 你这婆娘怎么就这么敏感啊 我这不是随便说说吗 怎么就扯到遗产上去了 怎么 难道你盼着我早死啊 陈丹飞朝地上呸呸两口 陈道 满嘴胡说八道 不过你敢说心里没想过这件事情 陆明恶狠狠地说 怎么不想 老子天天想 连做梦都在想这件事情 不过如果老子现在挂了 留了上百亿的遗产 你敢继承吗 不管谁继承 都是非法继承人 陈丹飞掐了陆明一把 称道 你凶什么凶 你要是有本事 就想办法让你的子女 就来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不然要你这个爹干什么呢 陆明搂过陈丹飞亲了一口 一只爪子趁机到处开游 一边笑道 这才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趁着陆建伟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我这些日子就着手安排这件事情 等下午见过孙明桥之后 我就动身去东江市了 陈丹飞晕着脸打开陆明的手 问道 你去东江市干什么 去谈一笔大买卖 什么大生意 等谈成了再告诉你 不然说了也白说 陈丹飞白了陆明一眼 称道 德行 你在葬礼上 听阿元他们讨论过公司的事情吗 陈丹飞哼了一声 没好气地说 他们现在早就把我当外人了 要谈点什么自然会避开我 对了 阿明 我怎么觉得 阿元他们好像已经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陆明装糊涂的 我们不是早就在一起了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啊 陈丹飞又掐了陆明一把 晕着脸说道 我是说 他们好像知道我们 我们睡在一起了 陆明夸张地跳起身来 瞪着陈丹飞说 不可能吧 我们一起睡的时候 又没被人看见我 肯定是你自己出去炫耀了 陈丹飞跳起身来 在陆明身上一顿粉拳 骂道 你好稀罕嘛 值得我出去炫耀 陆明这才笑着搂住你人 坐在沙发上 一脸惊讶地说道 哎呦我就奇怪了 他们不是巴不得我娶你做老婆吗 怎么改变主意了 他们以前是指望我缠住你 生怕你跑了 现在已经怀疑 我不是跟他们一条心了 陆明哼了一声 陆建伟居然号称小猪渴 怎么有时候这么幼稚呢 他就不想想 就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可成了我的女人之后 难道还不向着自己的老公 陆建伟倒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担心你娶别的女人 陆明哼了一声 要不是我对你一往情深 我还真想娶个别的女人 让陆建伟看看 那陆家所有人 马上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可我现在娶了你 他们也没把我当朋友啊 对了 陆建伟他们 是不是对我没有去参加陆涛的葬礼 感到不高兴啊 不会吧 你跟陆涛父子有仇 不参加葬礼也很正常 不过陆建伟亲自要求你和蒋宁香 结果一个都没去 恐怕面子上下不来吧 陆明摇摇头说 我看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我前天回陆家镇 一进门就感觉到 有一种压抑的气氛 别人也就算了 就连蒋碧云也对我不冷不热的 看来他们跟我是生分了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让你去露个面 就算是给陆建伟一个面子 可你偏不去 陈丹妃称道 陆明哼了一声 这是陆涛的葬礼 又不是他陆建伟的葬礼 我去不去跟他的面子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 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本来陆建伟陆涛死了 我都应该庆贺一下 没有放鞭炮 已经是顾着他们陆家的面子了 既然连蒋碧云都把我当外人 那个家也回不去了 从今以后呢 我就住在你这里了 住我这儿到底是你娶我 还是我娶你 陈丹妃称道 陆明笑道 只是暂住 等我把我们的新房准备好了 就抬车子来接你过去 对了 把你和南星一起抬过去 安明 我觉得 你也没必要跟陆家的关系搞得这么僵 不管怎么说 你也要看我司书的面子吧 陈丹妃瞪了陆明一眼 犹豫了一下 说道 陆明点上一支烟 苦恼地说道 现在不是我想把关系搞这么僵 而是他们已经把我当外人了 我在住在那里不别扭吗 再说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 你凭良心说说 陆老门死的时候 陆远还是个小太妹呢 陆帮就更别提了 现在怎么样 我让他们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老板 陆老门留下的财产翻了几番 难道还对不起他们 就说蒋碧云吧 谁跟我翻脸他都不应该 我连自己亲妈都没叫过几声 可到现在 还是一口一个妈的叫着 他居然也跟陆建伟穿一条裤子 要不是我 他早被张坤祸害得不成个人形了 陈丹飞愣了一下 疑惑地问道 蒋碧云跟张坤有什么关系 陆明自知说漏了嘴 急忙说道 张坤那时候为了打我的主意 潜伏在陆家镇 结果蒋碧云也被他盯上了 好几次化妆成和尚来家里 还好我都在场 陈丹飞见陆明说得有点言不由衷 凑近他小声道 我总觉得你闪烁其词的 你老实说 是不是母女都让你通吃了 陆明一听 猛地把陈丹飞掀翻在自己膝盖上 然后罩着肥臀 一口气打了好几下 骂道 上次为了你这种胡言乱语就惩罚过你 没想到还死性不敢 我只会给你了 一口气打了好几下 你来的 我只会给你了 我只会给你了 你一口气打了 我只会给你了 你一口气打了 你一口气的